再过几天就是国庆日了 花莲市里幼园大班小朋友 8号上午举办了国庆日的主题活动 小朋友们穿上了有红白蓝色系的衣服 排出各式各样双十国庆的字样 并且大声说出中华民国生日快乐 为这难得的节日献上诚挚的祝福 小朋友们穿上红白蓝色系衣服 排出国庆日的图腾字样 大声的说出中华民国生日快乐 这个热闹场面是花莲市里幼儿园 在8号上午特别举办的国庆日主题活动 我们今天是我们四幼大班族90位小朋友 我们为了纪念我们双十国庆 我们中华民国的生日 我们所有的小朋友都穿上 代表国旗红白蓝三个颜色的衣服 我们将会在今天做出 用人形代表十月十号双十节 以及我们的国旗 以及我爱你四个画面 用人形彩排的图腾 去纪念今天十月十号的特别的日子 市长威嘉仙也到场和小朋友们一起同欢 希望能透过区位活动 加深孩子对国家及国旗的认同感 那今天我们非常高兴也看到我们的孩子 也跟我们幼儿园的老师 一起来拼我们国旗的一个图形 那主要的目的也是希望每一个孩子 在每一个阶段对于国家的认同 对于国旗的认同 那希望能够爱自己的国家 未来才能够爱自己的家庭 那我们更希望说每一个孩子 除了了解到国家如何诞生 为何有国旗 然后我们到现在 每一个孩子成长阶段里面 都对国家有基本的认知跟认识 那对于长大以后 对于国家的相亲力才会凝聚起来 那我们更希望每一个孩子的成长阶段 每一个节庆的阶段 都能够了解节庆的意义 所以我们不断的教育孩子 也希望我们在幼儿园 到小学的行接教育的阶段 都能够让孩子逐步成长 未来成为国家的栋梁 小朋友们变换队形排排座 摆出各种象征双十的国庆字样 让场面看起来相当壮观 市立幼儿园园长郑帆杰表示 希望能透过市临市性的活动 让小朋友每一年都能加深 对国庆日的体认 并且从中认识双十国庆的 由来与意涵 也为这难得的节日献上诚挚祝福 记者许丽琴 欢联市报导